TikTok粉碎以色列天下无敌的神话 伊朗以色列或开启金门模式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就在伊朗报复了以色列之后 还没到几天呢 以色列受不了了准备反击伊朗 美国呢 为了不想让事态升级 进而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 费了不少心思 无论是拜登劝说内塔尼亚胡 你已经赢了适可而止 还是以色列神话表演拦截率高达99% 现在看来 以色列在被伊朗打了一顿闷棍之后 忍不下去这口气了 不得不报复 否则难以扶重 这就是现在的事实 特别在TikTok粉碎了以色列军队天下无敌的神话之后 以色列必须通过反击伊朗找回厂子的办法来证明自己 否则自己生存与安全就荡然无存了 我经常说过这一点 在新网络时代不要低估社交媒体对战争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对于以色列来说 之前的宣传完全被反噬 到处都是回旋标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以色列宣传部门几十年来把以色列吹捧为上帝的应许之地 得到了上帝特有的祝福 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 以色列军队天下无敌 以色列方面对伊朗的宣传几乎全都是负面的 以至于整个西方世界几乎不认识伊朗 他们认为伊朗国内矛盾重重 一旦开战一触即溃 他的军队腐败 长期被封锁武器装备落后 打不了现代战争 民众对神权国家厌烦战争爆发之后 随时可能颜色革命 西方媒体也时常跟随以色列宣传部门 对伊朗的论调 以至于在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反击了以色列之后 西方就有评论认为 这是以色列替天行道的好机会 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并且对德黑兰神权体系进行政权更迭 其实吧 以色列官方宣传的目的是让世界同情以色列 他们说以色列军队时常一少打多 实属无奈非常的可怜 但是这种宣传经过了以色列国防部 以色列宣传机构之后就逐渐变成了 以色列经常以少胜多 以弱至强 对周边国家离亭扫穴 天下无敌 这个可不是以色列政府想要的 所以这一次巨大的回旋标就来了 美国帮助塑造以色列国防军的神话 说拦截率高达99% 伊朗没有对以色列造成任何损失 结果我们发现在TikTok上 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之后 被地面目标拦截的画面与视频被广泛传播 同时把美国编造出来的神话打了一个粉身碎骨 美国的宣传机构在新时代的社交媒体面前一点机会都没有 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 现在好了 在社交媒体面前 社交媒体影响的世界面前 破防后的以色列必须对伊朗的报复进行反击 否则以色列的脆弱形象便公之于众 这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没有任何好处 也不是以色列希望看到的 与此同时 这种失去安全感情绪逐步演化成了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质疑 使得即使想缓和的内塔尼亚胡如今必须做出反应了 否则他的地位不保 所以对于一定要保住以色列总理位置 好了再次反击伊朗的准备 以色列战时内阁同意对伊朗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但要避免引发全面战争 白宫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们支持以色列正当防卫 但是不希望发生更广泛的冲突 伊朗方面则警告以色列如果以色列反击 那么会迎来更大规模的回应 而是立刻行动没有12天的缓冲期 也就是说以色列如果再反击伊朗的话 那么得到伊朗的回应是迅速的 是立刻的 但是我们知道 伊朗通过多种渠道向世界表示 他们也不希望战争的爆发 所以我们得到了如下的情景 社交媒体与以色列民众不支持 以色列没有行为的情况 以色列必须做出还击 否则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安全将直接被否定 使得以色列无法在世界上生存下去 同时以色列发誓反击 但不希望扩大战争 因为以色列自己也知道 没有美国的支持 他与伊朗开战几乎没有胜算 我们也知道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坚持不了两个星期 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 第三点 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 这里指的是七国集团 不希望以色列升级态势 尤其是美国 为什么 美国不愿意跟随以色列与伊朗开战 原因是伊朗是美国的次要矛盾 而美国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呢 在西太平洋 谁是美国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主要矛盾是东方大国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美国帮助以色列与伊朗在中东开战的话 那么一旦美国失去霸权最大的赢家就是东大 这不是美国想要的 伊朗也声明说遭到反击一定会做出更大的反应 但同时伊朗也不想开战 因为伊朗方面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当今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一种必然 美国霸权必然退出这个世界 但是美国霸权如何退出 最好不要让伊朗当牺牲品 否则伊朗在世界上将没有这个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现在希望美国与东大在南海展开作战 俄罗斯与美国在东欧爆发战争 自己可以坐山观虎斗 这样一来伊朗就可以恢复波斯帝国 不费一枪一弹 这是伊朗的想法 所以他不想开战 另外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不想开战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旦开战 在现代战争面前 他们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场景 双方都不想打仗 所以第六次中东战争不是选项 但是如何做到回合式打击报复 我们指的是 以色列向伊朗发射导弹 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以色列 这种回合式打击报复 但不导致战争的情况如何达到呢 答案是可以做到 因为之前毕竟有先例 是1958年到1979年的金门炮战 也就是说 以色列跟伊朗想要达到他们这种回合式作战模式 但不引发全面战争的事态 这是金门模式的最佳体现 美国以色列伊朗七国集团阿拉伯世界都不想打仗 那么好 我们不打仗 但是回合制打击报复常态化 但不引发战争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就是现代版的金门模式 如何做到呢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假设 前几个回合 他们会打真的目标 比如说 以色列会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同时伊朗会针对以色列的核设施进行报复 以色列会攻击伊朗的大城市 伊朗会攻击以色列的大城市予以还击 然后双方在发现损失太大之后 改成象征性的对抗 那如何象征性的对抗呢 以色列告诉伊朗 给伊朗画一个海滩 或者画一个山头 我今天就打你这些地方 请你赶快疏散 然后伊朗会瞄准以色列 告诉以色列 我给你画一个地区 你在这一地区的人要赶紧疏散 然后我把导弹打过去 这就是象征性的回合制对抗 也就是金门模式达到了最高点 直到各自完成各自的目标 那有人问这什么意思 我的回答 以色列伊朗各尽其职 各取所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对于以色列来说 加沙地带的战争 它玩不下去了 再打一场大仗是根本不可能 以色列的经济损失惨重 它不可能再把战争坚持下去 但是它想全身而退 怎么退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 延续总理的位置直到下一轮大选达成过度 这是他们以色列想要的 另外以色列的战时内阁如何过渡到正常的文官政府 它是需要时间的 而这个时间 以色列与伊朗进行回合制对抗 但不引发战争成了最佳选择 对于伊朗来说 它也需要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 外部整合内部整顿 什么叫外部整合 伊朗与伊朗的盟友和地区的抵抗作战组织 也就是所谓的抵抗之胡 需要各力量之间的配合与协调 同时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 在战场上的历练 这些是需要配合的 所以伊朗需要这个时间 另外内部整顿 什么叫内部整顿 因为我们知道 伊朗是个什么国家 伊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 跟美国差不多 伊朗的国内 美国培养的小旺旺实在是太多了 到时候他们借着战争爆发 进行捣乱 情况不好办 所以伊朗要怎么办 趁这个机会 借此机会清理掉 美国在伊朗的代理人 为下一轮斗争做准备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 对于伊朗来说 现在进行回合式打击报复的常态化 也就是现代版的金门模式 变成了最佳选择和最合理选择 大家怎么看 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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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